大山东历来有鲁中鲁西鲁北鲁南和焦东的区域划分 各区域具体都指哪里呢 焦东其实就是鲁东 因为划分山东内陆和半岛的是焦来河 焦来河东边就叫焦东了 山东的地图像一只老鹰 焦东也就是伸出来的鹰头部分 它探紧大海 作用青岛 烟太 危海三个城市 简称青年危 焦东是山东发展的急先锋 火车头 领头羊 是山东的城市C位 面朝大海是山东的门面 你这些头衔有点多了 你的省会济南怎么想 鲁南地区包括牡丹之乡 河泽 孔蒙固里 济宁 革命老区 林仪 太阳城日照和梅城藻庄 鲁北地区包括东营 宾州 维方的西北部和德州的一小部分 鲁西指的是辽城的全部和德州的一部分 地盘最大的是鲁中 也就是山东版图最中间的济南 自博 维方 太安 还有宾州的州平 鲁东地区指的是青岛烟台 危海三地 但是呢 维方的高地 你老往人家焦东身上蹭 也说自己是焦东身上 东西南北州只是个粗略的划分 分的没有那么细 因为在山东具体还有鲁西南 鲁西北 鲁东南的说法 拿赵家书的老家德州来说吧 他既是鲁西 也是鲁北 又是鲁西北 德州 登和萨斯州 既产爬鸡小枣 又产牛仔石油 哎哎 你是窜了 坏了